不是 過去有個哏叫什麼 阿伯出事了 你說現在是真的出事了 這就是以前 扁嫂講的 看透嗎 不知道是什麼 他就是 他完全到今天的回應 我一看就知道 看透嗎 不知道誰是什麼 外行 完全外行 你看他今天怎麼講的 他說北四哥這個事情 我非常相信沒有問題 這是他的想法 他的回應 我們今天講幾個具體的事實 今天第一個具體的事實 你知道嗎 台北市的工程專家是誰 李四川 李四川 李四川怎麼講北四哥 你知道嗎 說北四哥這個只隔一條街 街上 條街怎麼差了很多 大小眼 大小眼 你說 差了 就是這條街 他隔到一個街 他搞不好只是一個小巷子 第77 18 16 結果價格差這麼多 大小眼 然後用最低標不合理 他是直接講出來 然後 你知道 蔣萬安怎麼接嗎 已經交給正風調查 這是李四川 這是李四川跟蔣萬安的正式回應 你說蔣萬安說交給正風調查了 正風調查了 所以今天已經是 因為主辦 現在對工程對本案最內行 目前事後來檢視的話 當然是李四川嘛 李四川是最懂的嘛 知道這個程序有問題啊 他不講 他不講 不開口沒事嘛 一開口就大事情 這是第一個事情 我看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然後第二個 你先看到 減蘇培講這個更嚴重 減蘇培 減蘇培這個 你記不記得 以前發生過一個案子 陳明文洩漏底價案 被收押 你記不記得 你有沒有記得 他有一年 陳明文在 有一個廠商到陳明文家去 然後被監聽到 有把底價洩漏出來 這是廠商的說法啦 結果就把陳明文收押了 我忘了這件事了 有這件事 尾盟工程嘛 尾盟做水管 做大工 污水處理水管 所以洩漏底標是要抓起來的 收押 陳明文上次被收押 後來判了六個月嘛 對 六個月緩刑 怎麼搞搞搞出來的 但是陳明文當時 所以 剛剛講到 如果是否訪台潛在的投資人 受險剛好就這兩家 然後呢 如果你真的有洩漏底標的事情 那問題就嚴重了 然後第二個 檢蘇不培是公開爆料 公開爆料 我現在請問你 北檢怎麼辦 你是北檢檢察官怎麼處理 能夠不開始啟動調查機制嗎 我跟你保證啟動調查機制 檢蘇培 必須要到北檢去做證人 第一個 這就是重大 這就是重大案件 這開什麼玩笑啊 檢蘇培這個是大事 你知道嗎 這件事有這麼嚴重 當然是這樣子 北市科地上權延燒議員報 柯文哲私下拜訪 而且暴露底標 對你影響金額多少錢 就是剛剛我前面講的 李四川講的大小眼嘛 金額我們昨天算過 差20億台幣 20億以上 我現在講我大概算一下 今天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連主管機關首長也出來講話 議員也爆料 議員一定有所本嘛 你跑去 這個很惡劣 你跑到人家 你跑到財團那邊公司去幹什麼 你跑去 你好好一個市長 對 因為你有去跟沒有去這件事情 躲都沒得躲 行程表可以看到 而且還特別提到 他飆下這個T47 18的時候 一直都是荒煙漫草 根本沒有開發 所以那個案子本身是怎麼回事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第三點很簡單 因為李四川可以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李四川可以看到所謂的 投開標記錄表 我跟你講 這就不得了了 投開標記錄表裡面 會把底價的地定的過程 的千層跟開標的結果的流程 所有的紀錄表通通都在手上 然後這個東西我現在不得了 然後最後第四件還有什麼事情 台北市議會今天已經開會 決議通過 成立調查小組了 九人小組 調查小組 民眾黨有一個人參加 民眾黨有一個人參加 他幹嘛 卸密嘛 去偷報給柯P嘛 把案情進度 調查進度 我跟你講 民眾黨這個代表 我不知道誰 你來空空喔 你會變成同案被告 會嗎 我問你很簡單 我是北檢檢察官 你現在你這個傢伙在裡面 當調查小組成員 我現在的 我光是今天柯P講這個 檢蘇菲講這個話 我已經可以啟動調查 有偵查作為開始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掛線 可以掛線 當然掛線啊 柯文哲已經被掛了嘛 柯文哲已經被掛線 談都不要談了嘛 柯文哲被掛線 你民眾黨這幾個議員 你跑去跟他報報啊 我要不要掛你的線 他一定會跟他打電話嘛 你只要跟柯P打一個電話 就開始馬上增加掛線嘛 對 所以民眾黨議員傻傻的 看頭髮 我說他們看頭髮就在那裡 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 北檢的偵查作為嘛 我也講的都是實務上的 因為本人常被告 我太懂了嘛 所以我剛剛講 最後你民眾黨議員 要是要坦戶柯P 偷偷跟他打電話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剛剛好 剛剛好檢察官就 整個聲音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你就完蛋了嘛 你就變成同案被告 就那麼簡單一個事情 所以柯文哲在這個目前 講到這個事情裡面 我講有三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 叫做土利 你知道吧 第二個 解數培這個叫泄密 第三個叫貪污 我剛剛講過兩個了嘛 第三個貪污 什麼叫貪污你知道吧 就對價關係 就今天很簡單 一定貪污 為什麼 因為星光仁壽標道低價 變成被土利對象嘛 對不對 那我問你很簡單 在選舉過程之中 吳家有沒有給他 他真是現金嘛 架構一起來的話 這對價關係形成 百分之百貪污 這個就是對價嘛 只要有金流 不管是合法不合法 因為你跟他有厭惡關係啊 他現在說 我這個星光公司 這是個人 沒這回事 只要是相關聯的 一扣上 所以我告訴你 我可以看討嗎 就直接講 他對法律概念 他不清楚 然後他還有更 最笨什麼事 這個是合議決 這個是大家一起開會決定的 大家都承報七點半開會 今天不是我自己的 沒這回事 承辦人完蛋 還有一個更倒楣的 我跟你講 這個很可能簽成 有一個很可能是黃珊珊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黃珊珊今天出來 罵李四川 所以黃珊珊可能 她是代為覺醒的 可是底下她代為覺醒的 那她就慘了 你說誰牽涉到誰都有問題 誰牽制誰倒楣 就這麼簡單 但是首長跑不掉 跑不掉的 柯柏皮百分之百中標 董事長 這問你就懂了 你以前負責抬開的 對我現在解釋一下 如果是星光先標的話 一個月之後 然後金元寶 金元寶 金元寶來標 這個時候他們總價 大概差了20億左右 然後單價的話 差了一倍 將近一倍 一個是三十多萬一坪 一個是六十多萬 一個是六十多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台北市政府 就應該非常警覺性 知道說糟糕 這個案子慘了 因為這個案子很明顯 變成獨立他人了嘛 那差一個月時間呢 差一個月時間 我現在都被人賣便宜了嘛 我賣便宜 我就要開始準備 找相關措施出來 你知道嗎 否則的話 我這個不要怎麼處理 我現在問你 我現在市長 我第一個 我參加過很多政府標案 對 在我年輕的時候 這個時候 一個月時間 就造成了 將近二十多億的價差 我現在講很簡單的 這個案子 這根本地檢署 台北地檢署 問都不要問 這個光是我們今天 在這邊談這個事情 根據關鍵時刻的說明 就可以成案 成他之案調查 那查什麼呢 查很簡單啊 怎麼會那麼大 怎麼會突立星光 二十多億啊 這個明顯突立星光 剛剛 可是黃山在這邊講 十七十八是跟市府 通案的地上權做法一樣 價格競標 而且我們二十多萬 都是這麼做的啊 那我現在都問你一個問題 所以我說 要用他之案 馬上調查原因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第二個案 在標的時候 你底下怎麼訂的 你底下怎麼訂出來的嘛 幾個人有沒有競標嘛 有幾家競標嘛 只有一家嗎 為什麼 你是不是有違標的嫌疑 前面有一個資格標 你資格標 你資格標卡住人家呢 所以你投開標程序 要拿出來檢視啊 這個才是問題失所在 這不合理嘛 差一個月差了 便宜人家二十億耶 而且又有很明顯的 突立他 這個有關係人交易啊 這就是關係人交易嘛 因為他是你的副總統 後來變副總統 好了 當時不是關係人 後來變了關係人 當時就是啊 他是他的不分區 不分區立委名單 他已經是不分區立委 所以已經是有 明顯的關係人交易了嘛 那就是你就開始 柯文的頭就大了嘛 就要做補強跟相關的 法律的救濟程序嘛 甚至於不排除 要把星光這個廢標嘛 這可以啊 不然怎麼辦呢 我現在昏倒了嘛 我現在賠了二十億 到今天來講的話 明確的很明顯的 因為吳信義是他副總統 他獨立他人 有關係人交易 這個檢察官問都不要問 明天就可以成案 你剛才講一個我才懂的意思就是 他開始用什麼 智慧醫療園區 智慧醫療園區 你乍聽之下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你當過康寧醫院的這個執行長 你知道 現在台北的醫療園區已經緊繃了 你要在台北做醫院 你要賺錢 這非常困難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在台北搞個智慧醫療園區 當然沒有人敢來 而且 你根本在綁標嘛 他就是百分之百綁標 而且就柯文哲 現在我們手上紀錄來看的話 他有一個市長室的會議紀錄 對不對 他是那個市長室會議紀錄裡面 有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 他不限制產業分別 原來有限制 所以開了幾次標 就流標嘛 所以一不限制 就開始 那他與會人員有哪些人呢 你看有衛生局局長 對 有什麼其他各種局長 資訊局長 都發局長 產業局長 這麼多的 還有秘書長 他等於把那個捆農所解開了嘛 解開變成一般產業 誰都可以來標對不對 那很奇怪啊 那第一個月標的時候 是星光來標對不對 星光標了四十幾億對不對 那為什麼星光標四十幾億 也沒有什麼計劃書什麼都不要 因為你不限制產業分別嘛 那為什麼到了第二標的時候 過了一個月 反而變成了限制呢 因為他 因為他有一個 只有一家公司標 對 所以標四十幾億嘛 那過了一個月以後呢 標了快將近九十億嘛 八十幾億嘛 就四家公司來標 還有限制東 限制區一大堆啊 三流一堆啦 講到白天啊 就是刁蘭嘛 就價錢就開始double 就變成一個 就是一倍價格跑出來了嘛 好了 這是目前看到的狀況 然後減蘇培講的一個很有趣的 他本人 跑去跟星光跟元大 洩漏底價 這個洩漏底價叫什麼東西呢 叫做洩漏國防以外機密 這個要收押的嘛 要收押 這個當然要收押 我們以前就是 陳明文就為這個收押過嘛 這是第二個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第三件事情呢 我們台北市最有名的工程專家 李四川昨天講話了嘛 說這兩個價錢不合理嘛 為什麼這個那麼低 這個那麼高嘛 我現在講的不合理 他一直在這裡啦 那結果就開始 黃珊珊就開始罵李四川了嘛 黃珊珊現在出來幫他講話 那我現在講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講的很簡單的規定 我在土地開發公司工作過很多年嘛 上市公司規定 只要你處分10億以上 10億喔 10億以上的資產的話 就要找三家公司進來建價 三家 三家 不是一家喔 要合法建價公司 最簡單就是 我們都找中華徵信所嘛 中華徵信所最公平嘛 那這個案子根本不是這樣子幹的嘛 程序就不合不合法嘛 他沒有找中華徵信嗎 對 你就應該找專業公司幫你做計劃嘛 對不對 你那邊搞東搞西 在會議 在市長市開會 搞了半天 講簡單一點 你就是要給星光嘛 對不對 好我現在講給星光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現在算給你聽 我剛剛算了 星光總共拿到的面積是 12.29公頃加上1.6公頃 總共是3.89公頃 那我用換算數頻數來講的話 它的土地頻數是1萬1670頻 1萬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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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是1萬1千多頻嘛 可是它裡面有個容積率30% 你懂什麼意思嗎 容積率300 就是它1頻可以蓋3頻嘛 那我們一般的銷售頻大概是5頻 虛頻5頻10頻大概3頻 好我用3頻來算好了 3頻來算你知道嗎 它1萬1千多頻乘300的話 它可以蓋多少頻你知道嗎 蓋多少頻 可以蓋350萬頻 我老天爺啊 它可以蓋350萬頻 它給它收多少錢 收多少錢 四十幾萬 四十幾億 這很少嗎 我現在 我光講土地就好了 我用簡單的算法 不要大家搞糊 1萬1千多頻土地 台北市的土地最便宜一坪一坪土地 按照容積率300的話最便宜最便宜1千萬 這麼對 最便宜的 現在1千萬買不到 然後可能買到1萬多頻的地 這是地保嘛 1萬多頻就是1千多億耶 拜託 1千多億它跟人家收四十幾億嘛 所以它說我只是設定地上權而已啊 對 OK 設定地上權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買賣嘛 等一下你就請 請這個世聰來解釋 為什麼星光認為 他們一年可以收入上百億嘛 就是因為這個土地的分母 其實是很有價值的嘛 當然金元寶也認為這是個好買賣嘛 因為他們畢竟是少數人投標嘛 所以我根本懷疑這兩個都是搓原子湯 都是圍標的 因為這個不合理的價錢 兩個都不合理 我根本上認為說這個價錢 我跟你講我要講個概念 你去買有地上權的房子 如果可以消 它沒有規定不能賣喔 它可以賣的喔 它本來想賣的 不是 它沒有計劃嘛 對 星光可以賣喔 但是金元寶不能賣喔 因為金元寶有計劃 金元寶有到計劃執行的喔 星光可以賣喔 可以賣的話你知道 我們一般賣多少 就是實際上的坪數的打七折 就是行情如果是一百萬的話 我們是設定地上權五十年嘛 就我們可以賣一坪七十萬嘛 是這樣的 公告地價 就是大家外面有行情 我有所有權 跟你買地上權的房子 大概差三成左右 這個行情 大家都可以行情 所以這個我們都懂 所以這個非常明顯的圖利 而且這個手法很拙劣嘛 你為什麼在一個月前 給星光標的時候 所以黃珊珊講你什麼話 沒有規定必須要寫計劃案 要寫計劃書 那有計劃跟沒計劃差哪裡 差哪裡 一個可以賣一個不能賣 差哪裡 我這個也可以賣一千億啊 不是我最清楚的了解 是你本來是要做為醫療園區嘛 你本來是要做特定用途的 這是特定用途的 你當然要給我計劃說 你符不符合我的要求啊 他現在沒有 所以他在裡面開了一個會 把它解開了 說不限制用途嘛 我這奇怪啊 既然不限制用途的時候 為什麼到金元寶的時候 金元寶為什麼要做 要計劃書 要提供計劃書 因為照講是應該 不是你不限制計劃 你管人家幹嘛 不是啊 我就說這個要請這個 台北地檢署去查它的 絕開標記錄嘛 因為絕開標 開絕標記錄裡面 為什麼先標的這個星光 不要提供計劃書 也不要限制用途 為什麼到了後標這個東西 要限制人家 然後標的價錢 比它的價錢差不多面積 貴的將近有五十億四十億左右 那這個奇怪啊 就擺明了就是在四號 或圖利這個前面這個開標 讓台北市政府 損失了四十到五十億 按照金元寶的價格 按照我的價格算的話 這個差值好幾百億的損失嘛 這不得了啊 這差好幾百億 當然我就算給你聽了嘛 剛剛我一瓶 它總共提出 你以前是負責抬開的 你懂這個的 我土地有專家嘛 一萬一千多瓶 它的容積率300 比我們一般的住宅區 我們一般住宅的容積率是220 對 它比我們比較高 所以它當蓋出來是工業住宅 工業住宅可不可以賣 可以賣 賣來當公司就可以了 賣來住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它真的很惡劣 它給星光是可以賣的 它不限制 所以我現在回答黃珊珊的話 你故意在讓星光標到的低價以後 然後沒有人敢來標星光一家標到 然後星光蓋的房子還可以來自由買賣 然後金元寶買的不能自由買賣 你看這個壞不壞 壞到了幾點 董事長 剛才講的 這個東西太怪了 黃珊珊寫這個臉書 看起來好像市政府很辛苦 第一次開標沒有成功 因為第二次又不成 第三次又不成 核心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他們有做 叫做有條件開標 叫做限制資格 什麼資格 它這個地有特地用途 叫做醫療用途 叫做生技科學園區用途 所以它範圍說得很小 只有這些星光醫院一家合乎資格 當時就只有一家 所以黃珊珊她後面為什麼突然間會能夠脫標 能夠標出去的原因 就是柯文哲這個會議記錄裡面寫了一句關鍵的話 不限產業類別 不限產業類別 所以搞到星光進來開標的時候 它就完全混龍所通通打開了 它蓋完以後隨便它怎麼辦 所以黃珊珊如果故意回避了這個柯文哲的市長 把限制產業類別這一項拿掉 但是奇怪的是說 既然不限制產業類別的話 所以說星光就不提供任何計畫書 對不對 那為什麼到了這個金元寶的時候又要提供呢 為什麼有差別待遇 這就是你四川講的大小眼嘛 你在開標的時候都在優待星光 雕然金元寶 那這個黃珊珊一個是知智未提 這個才真正的就是綁標嘛 這典型的用特殊的規定來綁標 然後這兩家所享受待遇不一樣 這個是當時市長是會議的備忘錄 你說這個文件裡面充滿了玄機 對啊寶蘭哥就真相大白了嘛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問說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去 柯文哲到底去幹嘛 柯文哲自己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這是2021年3月4號 寶蘭哥又上講的是什麼 柯文哲親自畫牙 還在上面簽名寫 柯文哲 然後裡面的文字寫說什麼 為了後續調整三基地個別招商 保有彈性不顧彩 又回歸市政規劃 而且他說什麼 要去吸引更多投資人開發 這個文件他就在講說什麼 柯文哲要自己去找這些廠商談 所以你看到減蘭北為什麼要去要那些潛在的備忘錄 就是說潛在的投資廠商到底有哪些 有星光晶有元大 這不就是被他點名剛好 剛好兩個 T17T18那兩家廠商 只不過最後17 18通通都被星光晶飆走了 所以各位 柯文哲當時這個案件他還有一個貓 你為什麼 他主要問題是這樣 原本2019年的時候有沒有要招標這個基地 有寶捷哥你知道那時候招標多少錢嗎 89億 所以89億的時候他還跟大家講 要求說什麼要智慧醫療相關的產業程式 換言之市府的要求是很嚴格的 但剛剛我們一直在聊到之前說 應該是要逐年調漲他的權力金嘛 因為地價會成長嘛 所以隔年有沒有調漲 有 隔年調漲到多少 隔年調漲到98億元 所以有按這個比例去嘛 結果保庭哥哪有人這樣搞的 你知道到了第三年因為連續留表兩次對不對 標不出去 理論上市政府還是要堅持自己的原則 自己的利益嘛 因為你要維持說我要市價三成嘛 結果不是 他跟你講全部價格你知道降到多少嗎 多少錢 只剩81億元 只不過為什麼你沒有發現你知道嗎 因為一分為三 原本89億變成98億 哪有人突然說變成81億元的 一分為三 一分為三 打亂之後反正拆開來 而且原本說什麼 要智慧醫療程式對不對 那請問現在要不要 都不用了吧 所以還記不記得柯文哲當初有講句話 說沒有啦 我看得我趕快 我怕那個租不出去 想說趕快把它弄出去啦 他自己都把話講出來 我還講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跑的是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你要圍標什麼圍標 先圍資格標 你要把範圍搞得越小 範圍搞得越難搞 能夠進來的人越少 進來的人越少 我越好控制 所以各位你知道最後搞到變什麼嗎 變成是T16還算是比較沒那麼離譜 因為T16有四家人投標 那四家人投標那時候當時的底標還比較高 可能底標大概46億左右 結果沒有想到到T17T18這時候最大的問題才出現 遇到星光金 保杰哥你猜猜看有幾家公司投標 就只有一家 真的假的 就只有一家 就單一投標 那不是啊你怎麼跟我解釋嘛 你潛在廠商是不是都要到了 這麼多家零零種種的 好T16T17T18一樣的產品 遇到了金人寶極短奇怪 就有四家要跟他搶 所以最後為什麼他要標到80億 為什麼最後他要標到80億 因為有人跟你搶啊 因為有競爭者嘛 那為什麼T17T18不用 因為不用沒人跟你搶啊 就黨力廠商就一家 隨便你怎麼標 所以各位 T18才會出現這種天大離譜的狀況 底標14億 最後16億元投標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厲害 這麼精準 為什麼有辦法掌握到 所以柯文哲 你自己說你要積極去促進招商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去找星光金 到底有沒有把底標洩漏 到底為什麼星光金可以同額競爭 而且用趨距於底標的價格 遠低於市場公告限制的價格 拿到了這個50年的地上權 當中當然貓膩 大有貓膩 你必須要交代清楚 除非是你心裡有鬼 如同好龍鞭講的 你心裡有鬼 否則為什麼不敢出來面對 所以市場 這個地現在非常直接 臺北市現在是寸土寸金 臺北市現在根本沒有什麼未開發的地 現在連關度評語也都有人虎視眈眈的 就你在臺北市中心 在文林路這旁邊 這麼好的地 剛剛講的一分為三 然後價格還只隔一個小馬路 居然價格可以差這麼多 這個北市科這個案子真的是充滿貓膩 為什麼充滿貓膩 最近其實T18這塊地被拿出來講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新光金的政權 已經從吳東進變成吳東亮 吳東亮他現在因為新光金缺錢 他要增資 他就說我要把這塊地賣出去 地上權我要賣給國具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賣出去 那賣出去就要 需要跟北市府這樣互相的溝通 他可以拿回來 除了底標之外 他約莫還可以賺好幾億回來 他光是賣地上權 都可以賺錢 那你就知道說 所以這個是可以 這表示他這真值很大的 但是這要市府同意 市府同意說 你可以把它賣掉 所以現在變成是 現在新光金跟市政府 又在這個畫 好那我為什麼講這個 真的有貓膩呢 第一個這個土地來說的話 他原本是要一起標 一起標但是太大塊 雖然一開始要八九十億嘛 八十幾億 後來要九十幾億 根本沒有人要標 沒有人要標的時候 柯文哲想說 我這個招商不利 因為他在政政內的時候 他根本都沒有什麼招商 他想說這一塊 一定要變成是我的招牌 所以他就把它拆成三塊 那拆成三塊的時候 這兩個是一起招標 這一塊是一起招標 保證他時間點是什麼 是這一塊先招標出去 然後後來金正寶這一塊 才來招標 也就是說因為先有這一塊 招標出去之後呢 金正寶他們才來招標 可是問題是這個 關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你這一塊T17跟T18 你的這個脫標的 這個溢價率都只有兩成多 一個9%一個兩成多 可是你在這一塊之後 居然脫標率 就要到達八成多 所以這個有點不合理 就是我看前一塊 就只有兩成多 那下一塊怎麼會高到那麼多呢 所以我會說這裡面來說 似乎在這一塊的這個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可能這個真的是有 什麼是拖標率 拖標就是我把它標出去了 那因為這一塊的土地 這兩塊T17跟T18 只有一家廠商 原大來標 只有這個星光來標 星光它的底價都標得很近 那這個可是這一塊就差了很遠 可是因為這一塊是先標 這一塊是後標 照理說怎麼可能會 這個加差這麼大 所以這裡面有非常多 不合理的這個地方 所以簡淑美才會質疑說 你是不是給他 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這個底標 洩漏給他嘛 因為這樣 因為這一塊是先標 這一塊是後標 這樣就覺得很不合理的這個狀況 再來我跟他講 這一塊到底有多肥呢 我們不要說什麼 事實上烏冬進 他最近就有炮轟這個烏冬量 他說你們這個 目前為止這個開發太慢 開發太慢了之後 你知道我們一年至少損失20億 他是說至少 他說如果我們把它滿租的話 可以一年租金10億 那如果真的更好的話 可以到14億 寶傑你知道這多好的利益嗎 我們用14億來算 他50年的這個地上權的這個 一共可以拿到700億的租金 700億的租金 你說70、78 對 可以拿到700億 對 那我們施設府只租個多少錢 比標20幾億啊 就這樣出去了 底標兩個加起來40幾億啊 然後他可以一年的 我就說 這是吳東京自己講的 他們我們滿標一年可以14億 你打對折也有350啊 對啊 他要扣掉開發 他預計開發100多億嘛 開發多少 100多億 他還有500多億啊 500億換算回來 一年可以賺10多億啊 所以等於是變成是 真的是非常肥啊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底標 價格往下降 因為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如果你要讓這個受險業者 進來標的時候 你要讓他的這個投報率 可以滿足這個 我們這個金管會的規定 所以你必須要把底標往下降之後呢 保險業者才會進來投 所以當初為什麼要兩家 有元大跟這個 我們的這個星光來投 所以現在呢 最終證明是星光拿到 那星光之後 2021年得標之後呢 當時的吳欣宇已經是你的相關 你政黨裡面的人物 然後後來呢 你又變成 吳欣宇又變成是你的副總統人選 所以這裡面來說 你要說沒有貓膩 誰會相信 這也太瓜田裡下了吧 對 因為現在這塊土地來說 變成是台北最後精華的這個階段 對啊 現在房價這邊都已經開始在往上炒 這邊目前的房價 已經可以一坪飆到100多萬以上了 而且現在的 有沒有 人保集團在這個地方呢 他預計要投資260億 他總部什麼都要蓋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一塊未來真的是非常匪的一塊地 所以現在呢 這個為什麼大家會把它拿出來講 因為這裡面從頭開始得標 這個案子的開始進行 然後兩家公司 然後你這個土地的利益這麼大 這個當然讓人家覺得疑點重重 可是不要想到 簡淑培跟張思康 兩個人可以攜手合作 攜手合作弄了一個釣魚小組 釣魚小組要查什麼 查柯文哲在任內留下的一個爛攤 搞了半天 金華城只是其一 然後那北市可只是其二 另外 有九代 而且九代 都跟他的財政紀律有關係 特別是北市可 我覺得最妙的是 黃三生今天有解釋 可是大家質疑的是 這個土地 你幹嘛要賤價飆售給這個 所謂的星光金 結果他一直解釋寶 解釋金人寶 那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對 這件事怪 怪在三個城市 首先第一個 為什麼大家開始會針對星光金 這些放大金解釋 因為你的副手 就是用星光金的公主 對不對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好了 T17 T18也好 大家最為爭點是在於說 你怎麼會五十年 就只需要四十四億 因為寶傑哥那個是地上權 四十四億來講 能不能回本 當然能回本 這是非常廉價 那根本就是賤賣的方式 直接提供給星光金 再來第三個事情 今天你看 包括我們講 剛才黃珊珊聊到 金人寶集團 它還是位於在T16那塊地 相較之下 大家外界在講 T17 T18 來得更為方方正正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各位 你知道嗎 金人寶它有提供什麼 投資計畫書 那請問一下 你今天星光集團 有沒有提供投資計畫書 沒有嗎 完全沒有啊 所以大家講 你為什麼需要投資計畫書 因為當你要把這東西 標售的時候 地上權的時候 它市政府要知道 你相關未來的回饋 包括你可能的營收 你可能的營運 它需要知道 你完整的 對這塊土地的規劃 結果這些通通不需要 價格也比別人低 然後你就直接把這兩塊地 送給了星光集團 提供給了星光集團 你只拿了四十四億 所以當然大有問題 結果你黃珊珊從頭到尾 沒有辦法針對 星光金這兩塊地的明目 這兩塊地的野外 只有說它不需要 這種完全 不是我覺得它非常妙 它底下講 公開透明就是公開透明 扭曲事實不能掩蓋真相 說清楚一點也不難 好 我們就開始說 可是人家講 大家質疑的不是你的 T17 T18 這個兩個給星光金的 那你呢 質疑的是這兩塊 沒有質疑這個T16 你給金仁寶 它從頭到尾 一直在解釋金仁寶 一直在解釋金仁寶 講到後來 它採星光金都不敢講 底下只講 至於T17 T18 則是與市府通案設定相同 講了半天 你藏在最後面 不是寶貞哥它沒有藏 它連星光金三個字都不敢寫出來 它連星光金三個字都不敢寫出來 就此地無銀三百兩 我當然知道金仁寶很好 我當然知道金仁寶沒問題 你前面解釋了這麼大大堆 然後說金仁寶沒問題 金仁寶很好 然後T17 T18也一樣 連星光金都不敢講 所以我講白了 你開頭講說 不需要投資計畫書 這件事情說清楚講明白 就是你自己說不清楚講明白 心裡從頭到尾對這個案子 就是有鬼 包括金華城那個龍基獎率 連好龍兵好市長 都擋下來說 無糖無糖 不能再增加 就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在柯市府任內 從300多的龍基率 變成了800多 所以你說 當然現在不分藍綠 要組這個調查小組 就是要針對這個案子 一條一條把它算出來 不是 我其實最早跑的是公共工程 跑公共工程你很清楚 追加預算有時候難免 有時候這個物價的波動 有時候有些風險 所以我沒有看過 有哪個公共工程 沒有在追加預算 可是我看北流的過程 這樣講了 今天柯文哲你要講 你要開大門走大陸 如果說你今天 真的因為物價的波動 因為所謂的工資的問題 或者是勞力的問題 各種可能的風險 你必須要追加預算 你就開大門走大陸 你就叫博來 他不是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我來跟你這樣交界 我也不敢跟我的 上司這個文化部講 我也不跟任何講 我就偷偷默默做 偷偷默默抓到了以後 做不下去 還說你不是來卡我 沒有人這樣幹的 還有你低股在市場一樣 今天你真的覺得 預算不夠 我就一點一點做 就有些東西可以追加 然後我說六層樓 你蓋五層樓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 重要的安全設備 放在第六層樓 你逼 那不叫追加預算了 那根本就叫 偷雞摸狗了 對 保安哥說 你講了一個重點 代表這九大案件 它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第一時間用最方便 而且最低廉的標案的價格 先提供給廠商之後 但是真正的鑽頭 全部通通藏在哪裡 通通藏在後續裡頭 但是請問一下 發包是不是發包出去了 廠商是不是拿到這個標案了 所以這個才是它真正的目的 反正我們第一時間 先把這些事情也搞定 後續你要怎麼賺怎麼賺 所以這個概念 跟社載也是完全一模一樣 各位 柯文哲說 我要這個任內 社載 我要衝非常多 結果他說我這個還債還得厲害 結果各位現在發現 他都是挖東牆補西牆 你知道光是為了 他弄扎社載這個大餅 他取債取了多少嗎 高達680億 他們有換算過 在民國你知道幾年還得完 148年 因為他要分年攤提 他不可能每年是不是 他不是有財政紀律嗎 他不是不但為台北取債 他還為台北還了很多債嗎 攤提到148年 所以每一年看起來 都只要繳一點點 就跟你房貸如果延長到100年 你就覺得無痛 所以柯文哲玩的就是這種把戲 所以你仔細看看 他所有的做法 你什麼都沒做 你還付一大堆錢 對 而且你剛才講到 北流的案子 北流各位還記不記得 柯文哲那時候 在競選總統說什麼 我跟你講 北流握蓋了握附者 那時候還拍一個影片 然後出來宣傳說自己的北流中心 多麼熱豪華 然後做得多麼好 結果現在被人家提爆 竟然還欠了一筆爛賬 而且這個爛賬 各位坦白講 金額不大 大概1.9億元 你知道寶劉哥真正問題是什麼嗎 根本不應該欠嗎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在編列的時候 就把什麼技術服務費 還有廠商這種電機設備費 通通去掉 寶劉哥你在開我什麼玩笑 請問一下你在弄一個所謂的 我們講興建一個標案的時候 怎麼可能不需要這兩樣東西 結果後續發生糾紛之後 你知道他怎麼辦嗎 每個月增加80萬的利息 80萬的利息 就這樣一直滾一直尬 然後整個台北市政府變成盤納 而你就想想看 這些案子任何一條 如果只要藍綠查到一點追根究底的 往上去燒 柯文哲會安然無恙嗎 所以我早就講過了 歡迎他去裡面坐坐 裡面走走 好 所以今天 大概從裡面有看過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黨團合作 要去查柯文哲的帳 那柯文哲的這個帳是真的有問題嗎 其實不只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連民眾黨的議員 他大概也護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民眾黨的議員 他也不敢擋這個調查委員會 他只說他們也願意加入這個調查委員會 大概在事蹟而動 這個調查委員會大概上禮拜 檢蘇培就打電話給我問我說 這個四北科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我2021年就開始查這個案子 當時我在這個民政委員會 在看地震局在主導這個案子 你說這三塊地 你查很久了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光是心算 我就覺得這個算數是不對的 大家知道這三塊地 在同一個地方 同樣的這個條件 他們的公告限制 他們的容積率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他們的市場價值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就這一塊地 對 T16 17 18 然後他們標給星光人壽跟人保的時間 只差一個月 一個月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人保是用60萬3千 每一瓶的全力金價格租到的 可是星光人壽用的是37萬3千 差這麼多 對一瓶的價格你換算下來 每一瓶你將近差了大概20幾萬 那你這樣換算下來 你全部的價格大概差了20幾億 當時我就問了地震局說 你為什麼會用這麼低的價格租給星光人壽 好啦 當時我又用了另外一塊國產署的地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叫做這個世貿的地 世貿三館的地的地上全 因為世貿三館的地上全的地跟這一塊T18的地的大小幾乎一模一樣 他們的公告限值差7倍 那世貿三館當然比較值錢 當然 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底價 通常是以你公告限值去算底價 如果你的公告限值差7倍 你的底價最多也只是便宜7倍而已 可是我們的底價居然便宜18倍 只有18分之一 所以這個底價你說 欸 星光人壽標到這個價格是他幸運啊 沒有人跟他搶 他很幸運 可是市府為什麼一開始設定極低的底價呢 可是黃山又講17 18分之一 他根本沒有低 他又講這是價格競標啊 沒有啊 價格競標是一回事 可是你市府身為地主 你為什麼出了一個這麼低的底價呢 你地主不是應該出一個好一點的價格 尤其是這幾年大家知道 這個2021年 正是台北市這幾年土地不斷的在飆漲 房地產的價格正在往上飆的時候 你說2021是起漲點 對 2020就開始起漲了 大家知道疫情沒有造成台北市的房地產崩盤 反而因為資金的回流一直在上漲 所以我們的公告限值 當地的公告限制每一年都在漲價 地震局手上都有資料啊 台北市難道是冤大頭是潘娜嗎 看到公告限制一直在漲 可是我們卻設定一個比行情更低的底價 去進行標諸 這不是傻子才會做的事嗎 而且更不合理的是 按照中央的法規 我們的權力金是有一個保底的規定 也就是不得低於市價的三成 但是這一塊地 居然只有市價不到兩成的底價 就設定租出去了 我曾經問過當時柯文哲的愛將 地震局局長張志祥 後來柯文哲推薦給高鴻安當秘書長的那一個人 我說為什麼你沒有保底的這個三成的規定 他說柯市長要求拿掉 為什麼要拿掉 108年的時候拿掉 沒有理由 他說柯市長怕租不出去 怕業者嫌太貴 怎麼會太貴呢 怕人家嫌太貴 人家金人寶用一瓶60萬的價格來租 哪裡怕星光人壽太貴不來標 星光人壽是用一瓶33萬來標 所以只差一個月 然後T16 17 18 如果觀眾朋友看這三塊地明明就在一起 那所以我是要感謝金人寶的大方 還是我要崇拜星光人壽的聰明呢 然後更更更 你說如果這邊差很多 或者你是麒麟地 或是不漂亮 也就算了 大家都差不多 不是 差不多 是一模一樣 他們的容積率 他們的公告限值 他們的公告地價 他們的租金條件一模一樣 如果說他們是差好幾年來租 當年比較便宜 現在比較貴 那你就算 他們只差一個月來租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標案差一個月而已 只差一個月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那誰先標的 星光人壽 星光先標的 對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她只敢提金人寶 她不敢去提T17 T18 星光人壽 難道星光人壽 沒有利益衝突嗎 那個時候 吳欣穎已經是民眾黨的 不分區立委的名單內的人選了 然後就像宇軒剛剛說的 更可疑的是 T17 18是先標的 她當時的評選是採取二階段評選 也就是資格標跟價格標 就兩種 資格標 跟價格標 二階段評選 資格標就有貓膩了 對 可是T16就很奇怪了 採取三階段評選 資格標 價格標 還要多看一個投資計畫書 那奇怪了 同樣加起來是1萬多評 T17 T18加起來是11700多評 T16是13000多評 都很大 你如果說T16特別大 說我要看她的投資計畫 也就算了 17 18加起來也是1萬多評 為什麼你不需要看她的投資計畫呢 兩階段就OK 給你星光人壽 T16就我要慎重一點 我要看你第三階段 我要看你的投資計畫 為什麼呢 所以台北市政府柯文哲 你在這三塊地上 你有太多說不清楚了 只差一個月耶 租金差百分之六十一耶 百分之六十一耶 你這個房東也太惡毒了吧 你漲價一個月說 不好意思喔 現在行情不一樣了 我給你起百分之六十一 這是什麼樣的房東 這是什麼樣的租金行情 這一次柯文哲在賣療補選之後 他好像消失逆跡了 直到他出演了這一齣劇 他穿的什麼 是這個收垃圾的衣服 我想說柯文哲你到底是在幹嘛 你到底在幹什麼咧 後來我終於想通了 他今天去這個地方 他要跟大家講 我要一個角色啊 你們給我舞台 我就有角色 再下去 我什麼都沒啦 而且我覺得柯文哲真的就是一個 被政治耽誤的藝人 你知道嗎 因為你會發現到現在 大家關注他的時候 很多時候 比如說他自己開什麼演唱會 甚至連現在跳這個舞台劇 而且還傳出來講說 這個演出的這個單位 製作單位 還請他要照劇本來演 是不是怕他脫稿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你會不會去邀這個什麼 王世堅來看一下 他還講說什麼 其實我也有這個知道 上次也有這個製作單位 找過這個所謂的王世堅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欣欣相惜 我不懂 但問題是我剛剛提到 他本來是一個台北市市長 現在是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說 他現在可能在政黨的這件事情 尤其政治上面 你如果問他可能就這樣 不知道可以怎麼回答 他就網紅了啦 不是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光看 雖然他在一些議題上面 還是會講說 你怎麼講萬一要加油 比如說人家問北流 北流那個時候是你台北 你柯文哲執政的時候 你每個月不付人家那個80萬的錢 對 所以他現在很多東西都推 但是有些推不掉你知道 比如說 最近不是因為在立法院裡面 上演這個所謂年金改革 要不要副委啊 這些的這個 副議案的這個狀況 民眾黨的態度都是怎樣 你知道 乾脆不投票 那人家問說你不投票 這個時候他會怎麼說 他會說沒有 我覺得藍的不行 藍的那個說法 會衝擊到國家的參政體制 但是綠的也不OK 那綠的不OK 那就是你這個茫然 這個倉促的去改 所以呢 人家問說 那你不投票你告訴我 你的立場是什麼 他就講 我們是中庸力量 有獎跟沒獎一樣啊 你就不能說 不能這樣說 因為他真的有獎 只是我們的會跟不夠 你知道 不只是這樣 甚至包含到立法院裡面 你看記不記得 柯文哲之前不是說 每個禮拜 二跟五的時候 要去立法院 都騎腳踏車來 要去立法院對不對 二五尤其又是院會 院會前的時候去 結果呢 人家問他說 之前國民黨不是提說 要那個馬英九 從中國大陸回來之後 說要修這個反滲透法嗎 那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不是呼籲 這個民眾黨 大家一起支持 結果呢 被問到的時候 你知道柯文哲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他這次沒有抓頭 那時候記者去問他說 那個反滲透法 他是先摸肚子 我肚子痛 我先去上個廁所 他以為上完廁所出來之後 記者就不見了你知道 結果記者繼續讀 還有這一招 他上完廁所再出來之後 我跟你講 我又沒有在立法院應該去問黃國昌啊 那我們就回來問啊 你之前不是講說 你的這個黨跟黨團 要一起並肩作戰 那你現在又推給黃國昌 那黃國昌跟你之間 連開直播 大家都比那個你們的那個粉絲 在觀看的人數了 所以你到底在立法院裡面 你們有沒有整合 所以最難的是說 反滲透法這一題 對柯文哲來說 有點難答 有點難答的 老樣子 推給黃國昌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他的難答在於是 柯文哲他一定希望 跟中國大陸有很多的接觸嘛 那你如果在這時候去反對修 反滲透法的話 那講實話 你可能會不會讓中國大陸 覺得說你為什麼反對修 你如果講說要贊成修的時候 人家就問你要贊成修哪一個 所以乾脆把燙手彈魚 丟給黃國昌你知道嗎 那這個裡面 就會讓大家覺得 就說你黨主席之前 什麼都要管 現在又到處推啊 那我覺得其實 對於民眾黨來講 其實他自己本身有問題 你記不記得之前 要開瀟灑咖啡廳 對 很多人很好奇 他就說我們就給這些 對這個阿伯有共同喜好的人 大陸聚會 講白一點 你就是根本就是一個 變形的黨部而已 結果現在傳出來講說 柯文哲還要求地方黨部 每個月都要招收什麼 黨員數量 我要更多的小草 這好像跟做生意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每個月都有KPI 如果你達到每月目標 還會給獎勵 所以大家覺得 我也很好奇 那個獎勵會不會到時候 又跟他的小草們募款 你知道 所以你要加入黨 還要再募款 所以我就講 其實現在對柯文哲來說 他還有一個最大的隱憂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現在看起來 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議會 動起來了 要針對柯文哲被質疑的 他當時在這個所謂的 台北市市長期間的 兩個案子 現在看起來 議會都已經動起來了 所以柯文哲他快笑不出來 這些還在舞台劇上面 演來演去 現在藍綠兩黨的議會 要處理他了嘛 而且這個可能黃國昌 也沒辦法把他回答 你知道 所以比如說第一個案子 因為像這個金華城 土地容積率的這件事情 當時是他的前一任 前台北市長好農兵 直接就提出來講說 你金華城的容積率的部分 事實上是很有問題的 為什麼 簡單的說法說 原先在台北這個好農兵 時代的時候 核定的容積率是392% 後來借著想要上限到 升高上限到560被拒絕 但柯文哲上任之後 直接同意 而且制定的講義會措施 反而讓他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容積率 再往上升升 升高到840% 越來越多 而且那個監察院 其實有提出了 提出有問題 就要求台北市政府 說你必須要作為這個檢討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一提高容積率之後 就等於是提高了你的 這個所謂的土地使用面積 以這邊來講 每一瓶單價已經 預計是超過200萬 那你想想看 這樣子的那個 一來一往的費用差到多少 而且甚至 你知道他們還有人講法 就講說200萬 你不要以為現在是天花板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地方還會再漲 200萬搞不好會變成地板 所以這一塊 現在這個民進黨跟國民黨 我看到藍綠合作了 你知道嗎 居然就開始聯手共同提案 要市議會要成立 專案調查小組 而且第二個 還有包含新售的這個案子 那這個新售的案子 基本上就是北市的 科系園區的這個精華地 被人家認為說 T16 T17 T18 這些地裡面事實上大小 其實大概都差沒有很多 但問題是 當時柯文哲決議說 由新售他們得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土地 但是重點是 你拿到這個土地的時候 你居然不用付 所謂的投資報告書 那柯文哲這邊 直接就拍板定案了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只是說 單純的說我拍板定案 你還可以講說 我有什麼評價的 一個狀況 但很奇怪的是 很湊巧 只能講說 星光的這個吳星穎 吳星穎之前不就 也是當民眾黨的 這個不分區的立委 結果還被提名做 這個柯文哲的副手的 這樣一個 一個共同參選人 所以大家也是覺得說 你到今天為止 而且你的土地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開發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是 T16已經慢慢是在開發了 現在這個所謂的 星光人獸標下 是T17跟T18 17跟T18 你原本已經跟我說要開發了 你之後再幾年後 你就要開發完 你要有所謂的建造 到現在 荒煙漫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情況之下我就覺得奇怪了 那你當初為什麼要去賣它 這塊地 而且還賣這麼便宜 賣這麼便宜 現在這塊地 漲更多了 而且如果今天按照 當時的這個條件的話 那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你是給它 你也要講出一個依據 所以你用拍板定案的 這樣一個方式 就讓外界開始直接講說 你這個地方如果地價 在不斷的上漲的時候 那對於台北市議員來講 這都是你市政府的土地耶 那你今天用這個方式做的時候 難怪現在連議會都說 要查清楚 來斯剛 你這一次我們剛剛提到 藍綠的議會 你們本來就是在議會上面 為了監督這件事情 劍拔弩長 都沒關係 但這一次你們針對了 民進黨 你們國民黨跟民進黨 整個就是成立了議會的調查小組 要完全的見指科文 只要把這些避案 全部都刨跟挖出來 我們要把盒子打開來 看裡面東西是一隻蟲還是一條龍 因為這兩個案子 坦白說這引起大家太多的討論 我們先講這個市北克的案子 因為在我們自己的選區 對 每天大家開車都經過城的路旁邊 OK 那這兩個是標地上權的案子 50年喔 50年喔 也就是說標到的廠商 它可以50年來使用 現在新售已經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了 按照我們的規定 五年內要拿到建造 注意喔 我標到的案子內 五年內要拿到建造 你現在已經過了兩年 三年後你都不可能拿到建造 拿不到嗎 不能拿到建造了啦 然後之前呢 又聽說 新售有意思呢 把這塊地的使用權的轉售出去 轉售出去 那大家講啦 這個轉售的中間有沒有利潤差存在 還好 蔣市府現在呢 趕快 腦筋很清楚說 不可以 不可以 按照我們的規定 你要把這個地上權的轉售 你必須把房子蓋好之後 才能轉售 所以你意思是說 當時新售已經跟蔣市府已經達成協議 梳頂的時候 你們去了 所以你才可以拿到這塊土地 拿到這塊土地之後 你沒有去開發 沒有開發的情況之後 你還想當一個二房東的概念 對 他想轉售給別人 OK 對不起 補充一下 他當中拿這塊地的事是柯市府時代 對 兩年多前的柯市府時代 好了 經過這一連串下來 可以看到蔣市府這一年半 花最多時間在什麼 在收拾殘局 茶屁股 收拾殘局 大巨蛋是個殘局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這個 有關新售的地上權的事情 如果說中間出現什麼貓膩的情況 也是會一場政治風暴喔 而且新售的蔣公主 還是民眾黨過去的不分區 那中間的關係就非常的讓人家 可以做很多的文章出來 第二個 金華城的案子也是 在好市府時代 郝龍斌守得很緊 以前都去過金華城有沒有 那時候也是台北市重要的百貨地標 後來人群就比較少 所以很早就希望來去做改建 但是呢 郝龍斌時代把關很緊 不容許有關的融機 來去做這些協商 因為我們有關要給多少融機獎勵 這個土地要多少公眾利益開發 這都是有法規可定的對不對 所以好市府時代都抓得很緊 所以就拖拖拉拉 拖到了柯市府時代 結果柯市府時代 在第二任的時候 這案子就過了 不是因為現在所有 針對於前市府的事情 柯文哲都說 那請蔣萬恩去解決 蔣萬恩現在也不想忍了 叫他閉嘴好了 所以我們就來解決 我們就把成立這個調約小組 把相關的條約合約 一個個調出來 調出來如果中間真的有貓膩 該送法辦的法辦 公務員不法送不法 所以我們在幫蔣市府解決問題 所以柯文哲應該很樂觀的看待 這個調約小組的存在 我也希望民眾黨的朋友 其實也一起加入 如果出來發現 陣陣當當 沒有人在中間搞貓膩 中間來拿一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基本上還大家清白 還大家清白 如果說中間真的有些奇怪怪的事情 就查清楚是誰犯了這個錯 上一桌的時候上面知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成立調約小組 最重要的意義 你如果不成立調約小組 中間每天都在搞政治鬥爭 每天在政治口水 說你這個黑我一下啦 然後民進黨也有中間空間 來挑撥藍白金的關係 所以呢 把相關的盒子打開 看裡面是條蛇還是一條龍 兩名我們之前說了 柯文哲是聲量王 他每次只要說一句 大家開始在網路上面燒來燒去 現在 我剛剛前面提啦 天啊 他開始去演舞台劇了 他想跟他講說給我個舞台吧 給我一個角色嘛 現在柯文哲要跌落神坦了嗎 其實柯文哲最大的問題 不是沒有舞台啦 是 他的下一個戰場 對他很不利啦 喔 2026年你要知道民眾黨 2019年成立之後 哇 這個氣勢如虹 拿下不分區 結果在2022年的地方選舉 發生什麼事情 選上一個新竹喔 對 很厲害喔 但是他們的議員提了86個 只有當選十來個 很多的地方 他們都說這個 成績都不如預期嘛 為什麼 這一次他們更要面臨 一模一樣的挑戰 又來了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喔 這一次柯文哲選過總統 對 所以柯文哲說他有300多萬票 才去投入賣聊的這個補選嘛 說那邊喔 我的這個總統得票拿第二名啊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可以選得不錯 他們要義無反顧拼一次啊 結果咧 結果證明什麼 證明 只要選票上面不是柯文哲 喔 那個轉移的效益就很差 喔 你看嘛賣聊最後民眾黨的候選人 只拿到11% 欸 你柯文哲拿33%啊 為什麼你換一個人變成11% 所以這就是民眾黨現在的罩門 對 就是柯文哲的鐵票 不一定能夠轉移到民眾黨的候選人 2026年 柯文哲光是這個難題 恐怕就無解了 我們看今天柯文哲到了北線 以證人的身份 他今天非常高興 還特別當著大家去領那個所謂的證人的旅費 540元還是530元 證明我是證人 我不是被告 那你說接下來下來 他可能要面對很多的一些麻煩 特別現在台智光 台智光現在有內線交易 而且現在台出來說 台智光的品質非常差 當時的台北市政府 你是怎麼驗收的咧 柯文哲今天是因為那個 兩億美金的副手說 去做證人 他到現在為止也沒講清楚 到底是誰要手 我贏阿湯給他兩億美金 然後今天是領證人費 對不對 你接下來這個案子繼續 你會永遠是證人嗎 話是你講的啊對不對 你總要把 你證人總要舉出來吧 你不能證人說 我胡說八道對不對 到今天記者問他這個問題 他都不太願意回答 他說這個好問題 都是好問題 你不要問他會不會跟你講 這題跳過 然後就去講台智光 因為記者接著問的就是 你另外的那個 北市科 北市科跟北流的案子 對不對 結果他就 他講說你也不要問這個 你要去查台智光 那結果今天台智光就發現說 母公司就發現說 當初那個內線交易 那你當初 到底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 你當初到底怎麼簽約 而且今天來講 你的北流對不對 1.9億擺在那個地方 你還想要 還叫 還叫那個 角彎夫婦咧 對不對 你監察院都已經糾正你了 對不對 你還叫角彎夫婦 拜託你趕快去解決 你當初為什麼會有 1.9億的工程館留在地方 你先墊付了 然後不知道 誰該出錢 也自己沒有把它付掉 最後說角彎夫婦 自己要去處理 這些東西將來我覺得 查下去都 慢慢查下去都會 可能會有司法的問題 會有麻煩嗎 我覺得 尤其像他那個 北市科的那個東西 那個看起來 真的是很怪 可是他講說 那個公文我們都留著 那絕對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今天 人家問到這兩個時候 你要去講台字光 對不對 你應該想說 這個東西 你們盡量查 無所謂啊 對不對 而且北流那個東西 他到現在為止 真的那個東西 真的是有夠離譜的 你東西做了 然後你把錢付了 最後這個帳沒有辦法銷 然後留給蔣萬安 你當初自己不願意出這個錢 現在蔣萬安說 蔣萬安說 你把這筆錢吞下去 那個東西怎麼會合理嗎 而且所以你現在的狀況 就是說蔣萬安不願意查 但是問題是那個 市議員不放過你嘛 藍綠的市議員就說 你的案子要一個一個查下去 問題也不是只有這兩個案子 也不會只有台字光 你將來所有的案子 我覺得藍綠都會一個一個 一個的盯下去 現在柯文哲的麻煩 可能真的大了 因為現在連前台北市長好 郭文哲都跳出來 只能說他要把話給講清楚 那郭文哲要求他把什麼給講清楚呢 第一個 他現在清華城的案子 第二個 他現在北市科這些土地 怎麼樣子標註出去的 第三個 你的台字光 你的案子到底怎麼樣簽的 今天郭文哲出來 已經很久了 淡出江湖了 這段時間裡面 他深入顯出 可是他現在 對於柯文哲 他要柯文哲 你給我講清楚 說明白 他不回答為什麼 因為他心裡有鬼 就要回答 宇軒 我們都知道 其實現在郭文哲是淡出江湖的人 他現在是與事無爭 因為他講 他其實也蠻慘的 當過台北市長 唯一不能向上攀升 唯一跟總統完全沒有任何淵源的 只有郭文哲 郭文哲為什麼有今天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剛卸任交到柯文哲手上的時候 被五大逼案罪得打 五大逼案根本 就把郭隆斌打到地獄 打到現在都爬不出來 打到他連去參選 基樓市的立法委員 都選不上 非常的一個難看 可是他今天 他說 台志光的事情 你要跟我講清楚 還有 現在民進黨跟國民黨聯手 要去追擊柯文哲的北市柯 這個土地你是怎麼樣子 租給星光的 而且你看到裡面的數字 越看越詭異 連減數費都跳出來 你當時 有沒有親自拜訪這些潛在的投資人 而這個潛在的投資人 有沒有星光人獸 你再去拜訪這些星光人獸 這些潛在投資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底標給卸出來 老闆哥現在柯文哲叫四尾拔 不知道四尾拔 四尾拔 因為他已經瀕臨城下 各位叫四面楚根 哪四面 我先講第一面 請問一下台志光這個案子 柯文哲脫生了沒有 沒有嗎 當然沒有嘛 所以今天郝龍斌跳出來了 他的講究很簡單 你說我母約有問題 但請問一下 現在被抓的 現在包括陳成文 包括價格訂定的 是誰訂的 柯文哲訂定的 他的紙約訂的 他就講你柯文哲有沒有針對 為什麼要給台志光訂定 這麼喪權入國 如此超出市場行情 甚至是違背母約精神的 紙約的價格 你柯文哲有沒有講清楚說明白 沒有嘛 所以這個老冰冰 復仇記上演中 即便好龍斌知道 自己母約被大家罵到臭頭 他也要跟柯文哲拼個 於死罔破 反正我知道 你紙約可以有問題嗎 對不對 那各位 所以你說 所以說今天好龍斌出來 那個態度是 他跟柯文哲拼了 寶天哥你沒有看喔 他原本是 講完說 你如果不敢回答 就心裡有鬼 然後呢 這個臉上念有映射 然後週兩不越想越不對勁 再掉下一句話 叫柯文哲回答 叫他回答 就代表他要跟他輸贏了嘛 他已經跟他 Nothing to lose 反正你已經把我從 這八年來政壇搞下來了 我都沒有前途了 現在我要輪到你柯文哲 而且各位 這只是第一條而已 第二條是什麼 北四科的案件 因為北四科案件 這個有趣喔 剛剛好人名是什麼顏色的 藍色的 北四科現在是誰在追著他打 新潮流 綠色的 現在是藍綠都在圍毆你 新潮流說什麼 這個減舒培跳出來講 說第一個 曾經柯文哲有去找 星光以及元大 兩家壽險公司 來去喬來去談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說柯文哲在當中 有洩漏底標 洩漏底標 這個叫什麼 這完全就是最正確的 如果這件事情屬實的話 柯文哲連跑都跑不掉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這整個標喔 非常的奇怪 原本這個標喔 是2019年的時候 16 17 18 T16 17 18 北四科 保健哥 你知道這三個案子是怎麼樣嗎 綁在一起的 他說我要一起處理 而且他很嚴格喔 說要用智慧醫療園區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才講到的 第一次2019年的時候 81 第二次98 保健哥 一分為三之後 你知道他最後標總共 多少 就80億而已 怎麼會越標越便宜 哪有人全力經越標越便宜 不是 以我最粗淺的認識來講 照理講 你是整份統標出去 也是價錢比較便宜喔 你要一拆三的時候 照講你的價格應該更高的啊 所以搞懂 為什麼他要一拆三了嘛 因為各位啊 為什麼全力經越來越高 因為他會有通貨膨脹的問題 但一拆三之後 你才會混淆視聽報 你就不知道總價多少了嘛 不然 你突然成91 降到81億 一定會被質疑啊 98億變81億 而且前一年還增加 根本說不過去 然後柯文哲 他那時候還跟大家講 你就要說 我怕招標招不出去 所以前兩次 流標變成他的鋪陳 反而第三次 他因此把這個東西弄便宜了吧 那各位 再來第三件疑點 我們講完了 變便宜就算了 一拆為三就算了 但怪事怪在哪裡 怪事怪在星光晶 柯文哲不知道有沒有去談 但你知道 等到他真的標到之後 這個價格真的有問題 你知道價格問題出在哪裡嗎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他的底標價格 跟最後的得標價格 都差最多緊繃 兩成而已 換言之 比如說我底標25億對不對 我最後得標 你知道多少億嗎 28億 我底標14億對不對 我最後得標多少億你知道嗎 16億 那請問一下這個東西 沒有鬼嗎 沒有問題嗎 還是廠商如此精準 剛好可以拆到這個標案 非常接近底標 而且只有一家來標 對 各位你如果覺得這個東西很合理 我跟你做一個對比就好了 隔壁的T16倒霉鬼金人寶 這金人寶那時候底標45億 他們標了多少錢嗎 多少多少 80億 他一家率88% 奇怪的金人寶那麼傻 騎到星光晶那麼聰明 而且再來各位 星光晶在標的時候 他只需要有兩種標法 一個叫做資格標 一個叫做價格標 價格標 黃珊珊一直跳出來跟大家講說 他是最高標啊 他是最高標啊 寶傑哥這句話有對也有錯 你知道對在哪裡嗎 對哪裡 他真的是最高標 那就對啦 你知道錯在哪裡嗎 錯在哪裡 他只有一個人投標 只有一個人投標 你搞笑嗎 當然他怎麼標都最高標 他五塊錢都最高標 開什麼玩笑 那你知道金人寶有幾家跟他標 幾家 四家 怎麼差這麼多 所以他倒霉鬼 才差一個月而已 所以他這邊標80億 而且各位還記不記得 19年20年的時候 我剛才講 他要是智慧醫療園區 所以金人寶在標的時候 你知道他要投交一個東西叫什麼嗎 叫做投資計畫書 就是說你這塊土地你要怎麼用 你要跟我台北師傅講 你最好要符合智慧醫療 智慧醫療 我們不強求 但至少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結果沒有想到你知道 到了星光金的時候 需不需要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不用計畫 沒有任何計畫 沒有任何明目 就是說反正你愛過就過 所以你講 不是我本來看到黃珊珊的臉書 你沒講說 這個計畫 這個所謂的計畫書 不是必要的 如果你標一般的土地 當然不用計畫書 反正就是買賣跟價格 可是剛剛講這是綁標 這上面是講的 我是要做智慧醫療 如果我要做智慧醫療 我標出去 我當然要知道 你是不是拿來做智慧醫療 我要審核你的智慧醫療 跟我想像一不一樣 所以我才把標給你 這是資格標 這是綁標 這個當然我要知道你的用途 結果你跟我講不要計畫書 你在騙我的 而且我再講一個重點 他兩者前後只差了一個月 他們兩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解釋說 好如果你要鬆綁 對不對 但為什麼金人寶沒鬆綁 金人寶還要交計畫書 然後你星光金不用 而且兩者的議價率 叫做天差地遠 所以這一條我跟各位講 只要柯文哲有去到星光金 只要柯文哲有去到元大 他保證跑不掉 因為代表你有沒有去到現場 有 那你談了什麼 你可以說謊 但是事實會說話 而且各位 柯文哲專挑的廠商 這一點太好笑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剛才講的星光金 吳星穎是不是他自己的人 他的副手人選 他的不分區人選 對不對 那你仔細看他整個潛在名單裡面 別鬧了好不好 元大是誰 元大就是先前 柯文哲找了一個交信的實習生 然後這個實習生大罵記者 所以各位 怎麼每一個人從元大也好 從星光金 從花也好 保證哥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重點 都是柯文哲的好朋友 這個潛在計畫 這根本是假的 從那到底就是柯友友集團 而且我們現在講完兩面對不對 柯文哲我說你四面 還有什麼 請問一下 我們講金華城的案子 到底怎麼從380的容積率 最後漲到840的 柯文哲有沒有解釋過 沒有 完全沒有解釋過 今天好文哲也在繼續咬著一點 說你柯文哲 到底議價率怎麼來的 趕快說清楚 講明白啊 因為這一點 非凡清楚明白 他比起台志光的案子 更為單純 台志光還有好龍斌的母約 但是 在所謂金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好龍斌是從頭到尾一直在擋 一直在擋 屠如其來最討厭財團的柯文哲 接到了金華城這個案子之後 順地水漲船高 馬上榮金率並拚叫 而且還有什麼 還有低於果市場 還有什麼 還有北流音樂中心 還有我屬嗎 所以各位我要更正 根本不是四面楚歌 柯文哲現在是死面埋伏